美国加征关税逼迫墨西哥阻止中美洲难民入境美国 并动员如果双方星期四还无法达到共识 加税行动将无期开跑 如今美国的施压行动似乎奏效了 墨西哥当局在边境地区扣押了几百名刚过境的难民 并暗示会遣送回国 千人移民车队 星期三离开威地马拉入境墨西哥 没想到才走了短短12公里就被揽下 在关税谈判陷入瓶颈后 他们成为了墨西哥向美国示好的礼物 移民大队一直进逼 墨西哥国民卫队就使出盾牌阵阻挡去路 在一番推撞后 当局扣押了420名移民 将他们送到移民扣留中心 当中多数是宏都拉斯人 由于初步估计车队里有1200人 这意味着有大部分移民成功脱身 墨西哥国家移民局表示 在登记资料后将把符合遣返条件的人送回原籍国 同一天移民权益组织无国界人民宣布 他们的领袖和一名社运分子被逮捕 凸显墨西哥使尽全力阻止关税制裁开跑 墨西哥行动之快其实不难理解 当第八成出口商品是运往美国的 如果真的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言 星期一开始征收5%关税 在每月加码直到25% 墨西哥出口业将面临不可承受之重 墨西哥外交部长艾布拉德星期三抵达华盛顿谈判 并会在星期四恢复讨论 特朗普动言 如果当天还无法达成共识 关税措施将如期开跑 艾布拉德就表示 在这种艰难高压的谈判中 必须保持乐观 否则很难成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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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